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抗生素或者是口服的A酸 那这些还是建议到医疗院所 基本上是需要处方签 举例像抗生素来说 其实针对痘痘的建议 还是以多喜能素为主 因为一般坊间的广效性的抗生素 它的杀菌的范围太广了 那虽然对痘痘有效 可是长期的服用对患者 也许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要控制痘痘稳定 我们还是建议按照世界的准则 以四环煤素类为第一优先 那针对这个治疗不佳的 我们才会使用到口服的A酸 不过无论如何 这些药物基本上还是以厨房用药为主 所以不建议患者自行到药局去购买 未经议患者自行为主 未经议患者自行为主 感谢观看